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ello, 大家晚上好 来到五月份最后一天 那么这个财报季节也是在今天最后一天落幕了 这一次的季报可以看到其实蛮多公司还是交出不错的业绩的 今天KLCI也很好 KLCI起了27.08 所以在1570.1 上涨的counter535个 下跌的395个 BrainOil乌克兰战争 现在起到蛮高的一桶BrainOil是124块美金 所以今天游戏股起了上来 像Picamp 2.6% Dialog 5.2% Dnex 4% Hibiscus 6.9% PetGas 4% 然后今天KLCI起那么多 那么当然蓝筹股今天也是不错的一天 像Maxys 5.3% Inari 4.1% Digi 3.2% TM也起了一个4.1% 我本身当然不停做一个选股服务 每个星期出一份选股的报告 上面用价值投资基本面的方法来做选股 来到今天相当多选股回抽还是不错 像Hexstar也起了3.7% 收在1块6毛7 注意新业绩QOQR10% YOY46% 之前我选它 Before Bonus Issue 50.5分 也派了股息7.52分 这两年一个多月也是有444%的回酬 其他公司可能要等10年 KGB起了2.6% 收在1块18分 最新业绩YOY进步50% 之前选它 Before Bonus Issue 96.5分 也派了股息7.3分 加上Free Warrant B30.7分 这三年5个多月也是有184%的回酬 其他公司可能要等6年 Francon起了5分 收在2块7毛4 最新业绩YOY16% 之前选它 Before Bonus Issue 71.5分 也派了股息14分 加上Free Warrant B14.75分 这三年9个多月也是有515%的回酬 其他公司可能要等11年 但还有其他选股 我这边不说了 那么这个报告上面是用 基本面投资法 这个方法是向全球 这个退休基金 保险公司 信托基金公司 和很多大的投资家 他们那么多年长期都在使用这个方法当中 最出名的当事大师巴菲特 他本身取得巨大的成功 他一度是全球的首富 手机本面投资法 就是我们会去研究这些挂牌公司的财报 年报季报来挑选出各方面 比较强的公司 比如说这个公司董事局成员的背景 OK很重要 他们必须是人才 然后公司未来利润的潜能要大 才能不停的成长 资产负债表要稳健 不能像恒大这样子负债累累 现金流要顺 一家好的公司 它能够让现金不停流进这个公司 然后股息的派发也体现一家公司 有没有照顾小股东的权益 等等做一个综合的考量 所以要强调这绝对 不是短期投机的一个做法 会设计至少 buy and hold一个两年左右的时间 那么两年之后 如果未来这些公司赚更多钱的话 那其实你赚钱的机会挺高的 那你潜在的回收也不会低 所以非常欢迎 你可以来直接的email我 还是来whatset我 我的email address跟whatset号码 在下面的description 还是你直接在我facebookpm我都非常非常的欢迎 好 今天也是跟大家来聊一家蛮大的蓝筹股 OK 今天它的成交量是非常活跃 因为刚才说的今天蓝筹股 很多都是有一些斩获 所以这家公司是PriceMatter Aluminium Holdings 阿伯尔哈 它的cord是P-Matter这一家公司 大四期它也起了一个四分 所以在5块5毛4 你看回2020年3月熊市 它那时候股价只有1块50.5分 OK 所以两年多的时间 它也是有一个268%的回酬 快要接近三倍的回酬了 这种疯狂的脏幅其他公司 可能你要等8年 它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做到了 但市值MarketCap 508亿的一家大的蓝筹股 ROE26.06% 然后最新业绩昨天出炉了 不错历史新高 Profit的一个季度的一个报告 然后它已经连续7个季度 YOY profit都在上涨当中 对比去年 当然今年的这个revenue收入 也是非常非常高 也可能是新高 它的收入是非常的高 那么好 这家公司竟然名字于一个Aluminium 它本身就是生产 各种各样Aluminium这个铝的产品 包括上下游 它都有生产 然后它也是有提炼这个氧化铝 OK 这是它主要的一个业务 好 我们来看昨天出炉的业绩 first quarter financial year 22年 我们先来看QOQ 按季来做比较 从按季来说 它的这个PAT 税后利润 也是暴升47% 在第四季度 赚了2.9亿 来到这个第一季度 它赚了4.2亿 OK 一个季度赚了4.2亿 这确实历史新高的profit 因为它的收入应该也是历史新高 它的revenue收入第四季度33.7亿 来到这个第一季度 飙升到39.2亿 OK 所以历史新高的业绩 当然就股息也是要大方 所以它没有让人失望 这个季度它宣布派发股息1.5分 比起它第四季度的一分钱 这一个季度的dividend 还多了一个半分在那边 因为确实是赚钱的公司 它这个季度历史新高的profit 历史新高原因是因为 大家猜到了 就是aluminium铝的价钱 这个commodity 大宗商品标高 就是QOQ 按季来说 aluminium的价钱也起了18% 从第四季度 每吨美金是2754块 起了18% 来到3261块 这个aluminium的价钱在走高 然后它的production产量 也提升了3% 在这个季度因为它有新的工厂P3的加持 然后再加上它的raw materials原材料QOQ 价钱有跌一点 就是那个aluminium跌了一个5% 然后那个carbon anode也跌了一个1% 那么原材料跌价的话当然是利好 你的本钱就比较小 So它的operating margin operating profit margin 从第四季度11% 起到这个first quarter 16% 它的margin走高了上来 再加上它的share of associate 它的联营公司的profit 也进步了2% 这个季度是贡献了5220万 5000多万 从它的联营公司的profit 就是PMB Tech跟PT MinTank 主要是这两家联营公司 所以它就交出了一个历史新高的一个profit 那么我们还看YOR Y 按年来做比较的话 它的profit更加夸张 因为对比去年 它的PAT税后利润暴增了105% 去年只是赚2.1亿 来到今年赚了4.2亿 然后它的revenue收入更是暴增87% 去年只有21亿的收入 来到今年是39.2亿 原因也是因为 aluminium的价钱 按年来说 对比去年飙升了56% 所以很自然收入飙高 然后profit也是暴增 得意于这个aluminium的价钱 不断的走高 它这段期间 长望未来 现在很多分析师都非常的乐观 当然啦 余价这样高 所以我们可以预期它这个财政年 financial year22年 应该是个历史新高业绩的一年 OK 非常不错 那么当然它在QR的prospect是很乐观 也是相当的自信 因为他也是有提到啦 就他们相信aluminium的价钱啊 至少短期之内 还是会在一个比较高的价位啦 它会那种突然间暴跌的可能性是蛮小的 我们可以预期短期之内啦 还是会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价位 所以对它来讲当然是一个利好 然后再加上它新的工厂 P3的一个产能的贡献 所以产量走高当然 贡献就更高咯 所以总的来讲 当然 press matter 我只能说两年多 它已经起了一轮了啦 OK 两年多有一个268%的回酬 就算前景好啊 我觉得多少也是price in 然后当然个人的看法 然后ROE 26.06% 已经连续7个季度 YOY profit都在上涨了 所以展望来临的业绩就是8月5了 OK 我觉得8月5它还是会交出 一个强劲的一个业绩啦 OK 因为现在旅价还是一个蛮高的一个位置的 所以当然简单 聊了这么一些啦 还是要disclaimer 最重要就是那四个字了 买卖支付 OK 这四个字买卖支付是最重要的 好 今天的视频分享暂时聊到这边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视频有有用的咨询 记得把它like跟share出去 希望能够让更多人收回 也记得按订阅 打开铃铛里面能够以最快的速度 来收到新视频的通知 但最后 要感谢大家抽出时间这边收看 我们再会 拜拜 对不起 看看 感谢观看